能够这边做个按钮,它按下去自动完成 按下去清楚的话 首先第一个就是VBA里面的程序 那这个程序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配合一个按钮 它会自动帮你去连接那个Sub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去完成刚刚那些事情 当然你除了从那个开发人员里面 用这个按钮之外 其实如果你今天不是想要做这么 正经八百的一个按钮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什么 插入里面的图案 或者插入里面的图片都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的那个门号 假如说这边里面 当然如果有个手机的话 是最好的 没有的话 比如说我这边弄个笑脸 这个笑脸你可以把它拖拉 在这边 然后它的颜色的话 你可以随便定义出来 然后它的表情 当然你也可以去定义 它这边有一个笑脸变哭脸 反正这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将来希望点击它的时候 它会去执行刚刚那个手机的程序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也是一样的 指定聚集 多一道动作就是说 你去在这个图上面 按下右键 它会有个指定聚集 那实际上聚集就是程序 你可以去指定什么 指定那个门号 所以以后你只要按右键 只要是图 上面按右键 它这边都有一个什么 指定聚集的话 那你可以让它执行什么 门号 按下确定 那你这边按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有没有 执行了 清除 当然如果你要插入什么呢 图案里面有 有没有一个叉叉呢 比如说这边有个 称号当叉叉好了 然后把它颜色改成红色 按右键 一样指定聚集 可不可以连接到清楚 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以后按叉叉 叉叉 有没有 这样不就一样可以去执行 那方法很多啦 也就是说你如果说 不需要正经800的一个按钮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用那个插入图案里面 任何图案都可以 甚至美工图案里面 也可以去找 比如说你可以找美工图案里面 有没有手机的 有吗 那你就可以 那因为呢 当然你要正式的话 是给大家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正式一点 但是如果你自己使用的话 而且 你又不希望人家知道 你写好了 你就可以藏起来 然后以后一个小机关 按下去 自动完成就好了 因为上学期有同学 就是 他当然学会之后 他也不想让他老板知道 说他学会这么多东西 所以他就在下班前再按一下 平常就是 就是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不过那同学学了两年 他也学了两期之后 我感觉他的 整个的信心都不一样了 感觉上他 刚开始来蛮紧张的 就跟大家一样看得出来 可是学两年之后 我发现他不一样了 他是感觉很有信 很有自信 而且他觉得上班其实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这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证明这个真的是有帮助 好 那所以特别注意 按钮的形式不一定 不过一般我们想到的 大部分都是用这样的类型 OK 所以第一个 按钮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程序呢 它是什么产生的 那我们刚刚只是很快的 把那个程序从 我的那个云端上面贴上来 不过如果将来自己要 重新撰写的话 第一个 一定从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点击他 对不对 当然呢 他这边也会显示 他有个什么 Auto加F11 有没有 有没有放上去 他也会显示 他有个快速键 叫LT加F11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怎么样 假如你以后呢 这样子不就很快 LT加F11 你就不需要去点击他 你就可以怎么样 假如他没有被开启 LT加F11 他就开起来了 这样有的时候也蛮快的 不过如果你懒得 再按那个复合键 其实在这边点击 也是一样 OK 看个人习惯 那打开来之后 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就是说 你这边里面有没有模组 或者有没有一个 一个就好了 一个模组 如果没有就插入一个模组 如果有就不用了 就一个模组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程序写在 这个你的右手边 这边就完成了 那这里面当然一定 有规则 不过你会发现字太小了 如果一般字太小 通常会把字放大 那字怎么放大呢 像这个编辑环境 它通常会在那个 就是Visual Basic里面 有个工具 工具里面有一个选项 那选项里面的话 它可以让你定义 那个撰写风格 预设它大概9号字 不过9号字太小 大概至少12 或14差不多 按确定 所以你可以在工具选项里面 的撰写风格里面 去变更一下字的大小 然后这一条线 那也可以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比较不会挡到 挡到旁边的这个画面 那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是sub的话 一定是public 不过这个public 你可以暂时不用理会它 因为它只是说共用的意思 也可以给别的模组 可以共用这个程序 所以开头通常是public 后面一定是个sub sub后面一定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它这个程序的名称 那有头 有没有 一定也会有个尾巴 所以特别注意 你在复制贴上之前有同学 尾巴忘了贴上 如果这个没贴上 它就找不到尾巴 就会产生错误 那有头 有尾 代表它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程序 头尾 所以这边到这边是门号的程序 这边上面这边到这边 这边是清除的程序 那这个怎么写出来的呢 其实中间这一段呢 基本上 写出来的逻辑是这样 首先我把它delete掉好了 那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我的需求是这样的 我刚刚讲过嘛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储存格 里面要变更什么东西 那特别重要 你要学会一个物件的名称 叫做Sales 这个所谓Sales 就指的就是什么 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一定有坐标 它的前面的参数一定是列号 后面的参数呢 一定是蓝号 所以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输出到哪一个呢 到第四列的一 不一蓝的话 那你要怎么叙述 特别注意哦 记得哦 输出的要放在前面 输入的要放在后面 比如以前是一加一等于二 对不对 请你把它倒过来 一加一等于二的话 那在VBA里面写法是二等于一加一哦 OK应该懂那意思吧 翻转一下吧 输出的东西写在前面 所以我要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它 所以Sales 打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刮壶 告诉它放在哪里呢 第四列 它会问你嘛 Rose Index 4 第几栏 有没有Column Index 你要放在第几栏 那这个栏的叙述 你可以给说